还记得数天前在澳洲珀斯南部海域出现了异形般巨大球体吗 说的就是这个鲸鱼残骸 相隔几天在印尼班达亚齐海滩出现同样也是回天乏树的鲸鱼 渔民早在距离海滩两英里的地方发现了这一只十米长的鲸鱼尸体 近日才被巨浪冲到了海滩 据当地天然资源保护局官员表示鲸鱼是在迁徙时遭遇巨浪才会命丧海中 8月4号智利圣地雅各爆发了抗议学生和警方冲突 镇报部队向抗议者发射水炮和催泪弹 抗议学生也将催泪弹抛回去 这批学生上街示威游行 主要是抗议教育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要求政府正是中立大学的今天问题 众所周知 阿拉伯族和优太族是多年来的仇敌 但到了今天 以色列这群分别拥有敌对式统的青年 就同心竭力 推动祖筏和细水 乘坐自制的祖筏 跨越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海 他们参加为期三天的夏令营 就是为了要拉近以色列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